素有航艦杀手称号的雄三飞弹 天空飞弹基地射程达到150公里 要精准追踪目标靠的就是飞弹的眼睛 背后制造商就藏身在苗栗同分 揭开红瘦系统生产基地的神秘面纱 原理就好像是蝙蝠发出声波 它会侦测到墙壁或侦测到什么东西 场内张贴禁纸 手机和相机等公告 而采访团队申请获准才能攜带 员工识别证藏玄机分为黑蓝红等颜色 像黑色是最高等级 我也不是黑色 公司里面有某些区域我也不能去 组装区虚穿无成衣 恒温恒湿 工程师透过显微镜组装 有如卫士高档表 需手工细心雕琢 红宝石探头自动量测微波零件 精度要达到微米等级 用光学探测他们两个之间的角度 工程师不仅要具备专业技能 也要经过一连串 高电压 高气压等 室内作业训练 厂市人员正在进行组装检测 可以看到旁边这红楼上写着 高压危险 与一旁的检测仪器 有的电压就达到破万伏特 高颂的氢气炉 高度快要到两层楼高 制造精密林组件的设备超壮观 汉阶温度达到1300度左右 金属料件及陶石料件 保持汉阶完后表面的清洁 胡硕除了打入国防军工 也切入半导体 艾斯莫 台积电等供应链 毛利率充高到超过50% 近年更跨入制协业 以及电动车锂电池设备 台湾军工股不止汉祥 打入飞弹寻标器的红瘦系统 生产飞弹发射箱的千副精密 在国防自主政策下 台湾军工产业链拼实力 势必得提升技术和金量 县利新闻 林书贤 李文科 苗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文科 苗栗报道